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刺出尖牙 对着奶妈跳脚大骂 你个无知妇孺竟敢拿洗裤衩的脏水颇无金毛黄散也 不要你等家中从此不得安宁 喊完 那黄鼠狼就缩回管道内 一溜烟不见了踪影 奶妈吓得半天才回过神来 去叫家里人 管家知道缘由后半信半疑 但还是喊来几个长弓 把家中的排水管子搬开 却不见那黄鼠狼的踪影 谁知第三天早上 黄鼠狼的话就应验了 奶妈给少爷端来一份肉粥和几个包子过早 少爷夹起包子咬黑一口 没想到包子馅中探出了一截小纸粗细的秋眼 周云昌顿时嗨得跳起来大吐 奶妈也尖叫着 抱起少爷就跑出房门 这之后 又接连发生了好几起怪异的惊吓事件 周云昌为此变得性格怪癖 不愿见人 直到周云昌十一二岁时 他那位在外奔波经营生意多年的父亲周如柏终于回家了 不仅带回几十车多年积攒的财物 还带回一对与周云昌年纪相仿的男孩女孩来 这男孩女孩是一对孪生兄妹 哥哥名叫刘青生 妹妹名叫刘雪素 据周如柏描述 他俩本也是书香门第的大户人家子女 年前 他俩随家人出游黄河 夜宿河湾时遇到江阳大盗 父母和家仆都被杀害了 这对孩子因为相貌生的秀美周正 那伙大盗便打算将他俩迈到外省济馆去坐皮肉行的 于是在结了他们家船后继续南下 恰好周如柏曾在码头与他们家的人打过照面 后来再在风陵渡口遇上 刘青生识得字便咬破手指写了求救的字样 偷偷传递给周如柏 那周如柏也是古道热肠 看信后去与盗匪几番斡旋试探 终于花了足足六百两雪花盐买下刘家兄妹 之后还助他俩到当地衙门报官 官府受理后果断派出捕头造力前往捉拿 成功将那一伙杀人越货的江阳大盗集拿归案 所获的赃物也尽数归还了刘家兄妹 这事一时在当地传为瞎话 但刘家兄妹到这步田地已经落得家破人亡 只剩两个人相依为命了 周如柏经过慎重思虑 将这两个孩子收为一子一女 在料理自家生意的同时 也帮助他俩清算好余下的家资巨细 然后一起南下回到平野巷的周家来 周如柏带刘青生和刘雪素正式拜见过正式温氏 温氏定睛看到刘雪素时 发现他着实人如其名 虽只有十二三岁的年纪 一年来又经历许多磨难坎坷 却依然是一副俏领模样 穿一身素白衣裳 显得眉目楚楚 身姿挺挺 简直说话举止有度 待人接物更显稳重大方 温氏不由地想 将这流雪素抚养调校成人后 与自己的亲儿周云昌配成夫妻 也算是一桩两全其美的好事 这才转忧为喜 将二人掺起身 又嘱咐管家更收拾安排专门的房间 按照周如柏的想法 看那刘青生与周云昌同年 为人聪慧沉稳 青生月份上小些 周云昌作为一兄 有个同龄伙伴正是恰当不过 并让两个少年同住一院 既可师叔相伴 将来还可一同考取功名 于是就将刘青生 安排在小院内的西厢房 而周云昌住的是东厢房 两厢对门既不相扰又接近 而刘雪素就跟温氏 一同住在内花园的女圈楼中 平时也叫他跟着温氏 学习女工技艺 或者帮着持家礼道 诸氏安排妥铁 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 奇的是 这段时间里 那黄鼠狼却再没制造什么骚乱 整座宅中三进院落 家侧院都是一派风平浪静 但温氏和奶妈 还有家中管家 下人都捏着一把汗 每日仍小心在意着 再说回周云昌 起初他对那位忽然进门 并且安排到身边 一起生活的一兄弟刘青生 并不感冒 大家住进一个院子 低头不见抬头见 刘青生每回都主动热情地向他寒暄 但都不做什么回应 整日除了对父母的晨婚定性外 赵就把自己关在屋里 不出来 那刘青生也不急 不躁 只是每日晨婚 都会到东乡 邀周云昌一道出门 去潜艇 向父母请安问候 回来时常在院中摆下茶桌 头几回是请周云昌 来帮自己检查功课 或背书 或抽查解读 周云昌推脱不开 勉强帮着几回 刘青生这一年多颠沛流离 有许多功课已经落下 周云昌只得耐着性子 给他一一解说 刘青生也十分聪慧好学 两人到底是年纪相近的学生 几番切梭之下 相处便生出不少趣味 逐渐周云昌也不再抵触刘青生 周家又新请上来的四叔先生 两人不知哪一天起 就开始同出同进 吃饭睡觉都在一个书屋内 这样过了半个多月 刘青生见周云昌 时常对一些风吹草动 犹如惊弓之鸟般敏感 就私下问起 家中闹黄鼠狼怪妹的事 周云昌如实告知 并担忧地说 不知那妖怪何时还会出现 刘青生想了想说 我在北方的时候 时常听大人提起 黄鼠狼作祟的故事 下次若他还敢再来 兴许余地可待为解决 这一日晚间 周如白与温氏 在正房中速歇 两人吸灯上床 盖上被子 正说些家中琐碎式的闲话 周如白刚说到 撤去供奉黄鼠狼的神桌 那畜生竟也没有报复云云 就听得 屋子的房梁上 有个尖细的声音笑道 嘿嘿 竟敢在背后 说五金毛黄三爷的坏话 看我剧断你家房梁 随即 就听到 刚聚在木头上切割 发出 咳吱咳吱的声音 甚至还有一些木屑 扑速速掉落下来 周如白不游得慌了神 连猛起身去床头 吹火折子向电灯 然而那火光刚刚亮起 斜子里就吹来一股寒气 把那火苗 突出的吹灭了 如此三番两次 周如白的心 也提到了嗓子眼 头顶咯吱咯吱的拉锯声更随 他害怕房梁 真的被剧断噴塌下来 只得胡乱披一件衣服 拉起温室就跑出房门 但他出道房廊的时候 温室却执拗地不肯出去 他回头去看 身后的温室 却发出节节节的 奸细笑声 这时他才感受到 手中牵的手毛如荣的 随后 房间黑暗中 传出温室急切地呼喊 老爷 那妖怪就在您身后 啊 周如白惊得松开手 倒退好几步 站立不稳 顺着门前三级台阶 滚了下去 屋里的温室 看到周如白摔跤 夜间叫着跑出来 哎呀 老爷 老爷 两口子在院中 搀扶着 惊恐望回房中 就听得一阵脚爪 在瓦片上跳跃的声音 那奸细的声音大笑道 哈哈哈哈 看你们还敢背后到吴皇三爷不 吴把你窄榻翻 断你香火 那声音说着 就纵约往周云昌所住的方向而去 再说回周云昌 这一晚 他与刘青生两人 在东乡书房的木榻上 靠着背书 父母前院的骚动传来 他刚要站起 刘青生比他更早警觉 连忙按住他说 余地先带兄长去探视 说完便出门去了 院子里黑乎乎的 周云昌害怕不敢跟去 就见刘青生灯也不拿 挽起衣袖 飞快迈出门槛 身影疏忽一下 就不见了 随后就听到屋檐上一阵 噼里啪啦的响 间隙中夹杂有几声 像是兽类发出的嘶咬 周云昌吓得在榻上 瑟瑟发抖 大约过去一盏茶的工夫 四周住的管家 丫鬟嘉宾等 也都纹身起床 各屋亮起灯火 大家纷纷寻声而来 那边不放心儿子的 周如柏夫妇也打着灯笼赶来 但屋顶上只闻死打声 却看不清踪影 周如柏进屋 拉起周云昌 询问经过 周云昌也说不明白 只知道刘青生出去 就不见回来 等这一家三口再转身 出去看时 突然瓦顶上 噗咚滚下一个东西 众人拿灯一照 居然是血乎乎的黄鼠狼 舌头搭拉着 喉咙处已被咬断 众人惊疑不定 再去呼喊寻找刘青生 却哪里还有那人的行径 如此喧闹半宿 温氏才想起还住在规格楼上的刘雪素 连忙带着丫鬟去查看 那刘雪素已经起身 衣衫整齐地坐在房中 看见温氏也十分镇定 听说刘青生不见踪影 好像也并不奇怪 只是叹息几声 垂下眼眸 温氏觉得异样 对他一再追问 刘雪素才说 实际刘家只有他一个独生女儿 当日何家在船上几乎都被屠戮 有一只从祖父辈传下来的白眉黑老狗 在混乱中咬着他的衣角 让他躲在船舱黑暗中 还口出人言 自称要回报刘家历代 养育历代 虽能力有限 但会尽力护他这个刘家独生孙女的周全 后来贼到清里传仓财物 黑狗就地一滚 变成了一位与他年纪相仿的少年 不知他出去后 与那伙人如何斡旋的 让那些贼人没有再起杀心 而是带着他们顺水而下 黑狗自称刘青生 从此与刘雪素以兄妹相称 到了风铃渡口时 他慧眼时得 周如柏是个可以仰仗的好人 于是再咬纸 写得血书与周如柏联络 终于帮刘雪素脱离仇人牢笼 他来周家时 已看出周家受黄妖蛊惑 便又暗中安排 私底下还跟刘雪素说 他即便拼尽性命 也必保护周家少爷 好报答周家的仗义之恩 如今若黄妖已死 那轻生不知去向 恐怕也是凶多其少 刘雪素一席话 听得周家三口目瞪口呆 天亮后 虾丁继续在家宅附近寻找 果然在一个窄巷的角落中 发现一只浑身带伤的大黑狗尸体 合计之下 周家将那黑狗 正中后葬入周家祖坟一侧 坟头立起 由周如柏亲手所书的 爱死刘青生之母几个字 从此一搏云天的 轻生一犬传奇故事 在方圆百里的民间流传 而那黄鼠狼腰被除后 周云昌的心病也不要而愈 周家人格外善待流血素 待他年满二八时 便由周氏夫妇做主 与周云昌二人正式合谨连礼 从此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 好 这就是第二个故事 鼠媚 万物皆有灵 急气而化妖 我是景夜 明晚十点十分 我们不见不散 本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兔